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回忆有达明 音乐纪录时代回忆今晚有达明 我们是生命公场广东歌粉丝线换事件,我叫Tony 今晚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对达明一派黄耀明、刘尔达的一些回忆 或者对于你们部分人来说,可能是一些小知识 我们其实未认识达明的,或未认识明哥 未认识达明的,我们今晚有个机会可以认识一下 好,由我们自己讲起,你第一首歌听达明是听什么 我第一首歌,其实我那时候少听达明的 同学会介绍,曾经有个同学介绍了一首歌给我听 那首歌是运音版的,叫《迷网夜车》 迷网夜车 来自一个叫做《宝礼》的《Star Remix》的精选中 这首歌就是《Star Remix》的精选中 有人来,大家想看的,有些人想看的 是的,来自这首歌 那时候我听了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达明一派 很有趣 留意,但那些音乐好像跟我平时听的那些 廣东的那些有点不同 那时候就开始会多听达明一派 但是呢,到八百年 这首歌很多人现在都还在唱 不是网夜车 不是,这首《精选》《Remix》里面有很多歌手 是的,突然叉开话题 如果说,我第一个买的达明一派的专辑 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借人长大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精选碟 但是,达明一派的精选碟 其实比其他的歌手精选碟 我又觉得是有点心思 他们会重新拍唱片风套 重新设计 还有他们这首歌 就算是旧歌也好 都会落新的版本 年轻一点的 上年就会《借人寿文》 《我们都是借人长大的》 这首歌不关系 完全不关系 这首歌不关系 这首歌不关系 是《我们就是借人长大的》 达明一派 是的 达明一派精选 但是达明一派 没有一首歌叫《我们就是借人长大的》 但是他有一首歌叫《我们就是借人长大的》 但是他有一首叫《我们就是借人长大的》 《马露天使》 哦,原来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 是括号来的 是的,他是一个混音 他是一个混音版本来的 其实达明一派 马露天使是有两首混音版的 一首是快版 叫《等待黎明版》 第二首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慢版》 明白明白 等待会有机会可能会听到这首歌 是的,没错 没错 那我就很迟 其实当时是学生年代 有钱 如果大家都知道 有钱 当时存了钱之后 就买碟 买《老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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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先买《Beyond》还是大明的? 我买《张国荣》 隔了五年 是的,第一次复出 第一次复出 就是唱《每日一》 那你那时候 那你会选择去听《大明一派》 那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要听 其实电视 或者收音机播放等等 其实都有听 都喜欢的 但是其实只是没有钱 卖碟 但是那时候 觉得新出 贪得意 即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时候 你就出来做事了? 还没出来做事 我还有学生 但是一个大一点的学生 就开始 95年 当年是 95、96 开始入了《大专》 就开始有少少 自己有办法补习 赚少少钱买 但是第一首歌我听 可能和大家 有少少年纪是一样的 我第一首歌听 是听《石头忌》 最有印象是石头忌 因为那时候电视有得听 特别留意到一个很长头发的男士 和一个很短头发的男士 一个组合 即是盧海柏和廖韦 盧海柏 就是《瘦头忌》 大家可能记得《瘦头忌》 不记得《石头忌》 但是我那时候看TVB 就经常看《石头忌》 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如果有机会看TVB的MV 你讲《石头忌》 如果讲回唱片 其实《石头忌》 就是达明一派第一张出的CD 就是这一张 CD 即是不是专辑 专辑黑胶出过几张 是的 这是达明的第一张CD 你会看到其实它会和 这个《石头忌》 这个《石头忌》的CD 其实封面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大家看到这张字有什么不同 你读一下 现在你看到这个封面 这个字是达明一派八六八七纪念集 是的 但是如果是《石头忌》呢 其实也不是这个 应该是写着真真假假花香阶漢化的石头忌 这张是黑胶 是的 黑胶 是的 但是设计就一样 有点像这个 歌曲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石头忌 石头忌的封面 就写着石头忌 是的 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个版本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版本呢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版本呢 因为我当初听到这个唱片的时候 就是这个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它留意到 它在这张专辑的头和尾上 就用了两首歌 一个做头一个做尾 那《尼》就是第一首歌 《戏》就是最后一首歌 我觉得很有完整性 但是呢 它们出CD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这两首歌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它们 不将一个专辑完整的出版本呢 要到2004年 它们才re-issue 那时候 才完整的出版本 这一张石头忌 re-issue就是 《重头认识》 这一盒 是的 那里面是第一次出版本 还有伏克王 第一次出版本 完整的石头忌专辑 那些伏克王 其实很重要 因为伏克王呢 很少时候 会将很多黑胶 未出过的CD 出版本 那其实呢 在头计之前 就有两个达名 一只达名EP 第一只碟 这一张 这一张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正面呢 就是这个人 这个正面 你给个背面人看 对了 背面呢 是 是 真的是背面来的 对了 这一只碟呢 就有他们第一次的歌 有四首 四首歌的 最Hit的是继续追尋 第二次演唱会 都会唱 是的 是的 那也是刚才你听过那首Remix的版本 不是 不是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第一张的大碟 这张第一张大碟 第一张大碟就是第二个碟 那这个是一个特别混音二十周年保利金版本 是的 就是有迷惘夜车 你不是喜欢继续追查 这个不是二十周年 这个是多少周年 这个是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不是保利公二十周年 就是两千年 哦 明白 这个是二千年那时候 保利金那时候 应该刚刚转了做环球唱片 是 那他们就 选了最大一批二十张的保利金唱片 就出了一个这样的系列 去纪念一些好听或者是值得推送的唱片 所以这一张是他就选了进去 他选了这一张 那这一张碟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 其实除了是大明一派的第一张碟之外 其实里面有三首歌是来自一套电影的 那一套电影就是王耀明主演的 还有李麗珍是一套主演的 大家先看看 Kiss me goodbye 你看到后面有李麗珍的样子 的相片 是的 还有里面有两首歌曲 是电影歌曲来的 但不是大明一派主唱 但也是创作的 那一套电影叫什么名字呢 《软外桂节》 就是王耀明和李麗珍拍的 那导演是谁呢 导演就是 在第一只碟 或者其他后面很多碟 是陈少奇一个很主要的作词人 在潘元良的合作 譬如这有一首歌 但到了这一首 特别是在电影的三首歌里面 都是潘元良的作词作品 是的 然后就会去到这两只 然后就是石头记 是的 那时候三只碟 这就是没错了 那 考考一下你的音乐历史 那 《达明一派》 其实 你也说 在读书的时候 你虽然还没买他的专辑 但其实你也有听他的歌曲 你觉得最喜欢哪首歌 你最喜欢哪首歌 《达明一派》 我自己最喜欢《长征》 《长征》 《长征》 不是《Album碟》 不是《Album碟》 我最喜欢《长征》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很小 有很多朋友在说 你们不是中训的 你想想 其实小学 四五六年班 开始听《达明一派》 其实第一 达明一派的字 说真的 形象 或者歌词的意境 其实很深 我去到某个年纪才知道 唯有很多时候 听歌 不是收音机 就是电视 其中一个很重要 我很喜欢听 就是《长征》 我不是在电视上收音机听的 你在哪里听 我转头说你听 哈哈哈哈 你要转多久 你说完 就是《长征》 但《长征》 应该是收到在一个remix里面 是吧 这张 不是 是了 《冯黑王》也有出了 就是一个remix 最最最最左手 是这张 是吧 为什么你会喜欢一个《长征》 《长征》 因为那时候 它是一个电视剧 叫做《雷射青春》的主题曲 现在说电视剧主题曲 我没有听过 不是 有人听 不过不是我们在听 《雷射青春》是什么 《雷射青春》是什么 《雷射青春》是这个电视剧 不是吗 是谁做的 我不记得做的 但是你们就很喜欢这首歌 很喜欢这首歌 当时有追这个电视剧 是的 我追这个电视剧 当然这首就是一首新歌 三首remix 都是保麗金 当时很喜欢的 这首呢 我当时也有听过这首 这首 EPremix 但是我永远都是skip长征 为什么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崩裂》 哦 是 《崩裂》 我刚才介绍的《迷忘夜车》 的remix 之外呢 它是这首《崩裂》的remix 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是的 《崩裂》和《美好》 因为《石头记》里面 《美好新世界》里面 有编曲有些关系 《美好新世界》的intro 的编曲是后面 《崩裂》的melody 是接着的 是接着的 是很有趣的 如果有趣的话 大家可以拿回这首歌来听 刚才我问你 有什么热门歌呢 因为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们刚刚出道 头几首歌 其实他只是在香港电台 即港台的中文金曲榜 拿到No.1的位置 是的 他在商台 其实到很后期 他都没有拿过 你想想 他在港台 在石头记的时代 或者在 《我等着你胡来》的时代 其实都有冠军歌的 但到了1988年 要出到第一支精选 达明一派才有第一首的戚册军歌 哦 这么久 但其实黄耀明不是出身商台的吗 因为是公平公正的 戚册册的 戚册册 所以就会入到一些 譬如港台的年底的颁奖礼 会有些奖拿到 是 但都没有在商台拿到的 是 商台没有十大 是的 组合都没有 组合都没有 到了1988年 当时推出了这首 《我们就是这人长大的》 也是这首 他有一首新歌叫做 《今天应该很高兴》 这首歌出了 其实就变成了三台的第一支 除了港台和商台之外 电视 那是什么 无线电视的颈歌金服 都是拿到第一支 那时候没有新成的 我记得MV是否很圣诞 是的 它是尖东拍的 它是尖东拍的 它是直接拿到尖东的灯色 那 《今天应该很高兴》 其实这首歌 是讲圣诞 但其实是讲另一个议题 是什么呢 我在问你 那时候因为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4年是中英联合声明 开始很多人去想移民 要离开香港 可能和现在的情况也有点相似 是的 这首歌也可能是讲这件事 你当时有什么感触 对你这首歌 当时 其实是一个 觉得 我其实 当时 按字面解释 我未必听得明白 因为你的字面叫做 今天应该很高兴 今天应该很温暖 应该 我对于应该的字 令人不够深 那我觉得 为何开心呢 当然是小时候 但大小子就明白了 应该很高兴 即不太开心 可能我带你很多 因为 其实 这首歌 对于我来说 是很感触的 因为 当时 正正就是有几个好朋友 或同学 就是要移民 一个就去澳洲 一个就去加拿大 所以 这首歌就是讲这件事 朋友之间 大家都要分离了 但没有现在 如果有年轻的朋友在看 就没有现在 那么多电脑 打个电话 那么容易 当年打个电话 很难的 长途电话 很贵的 走就真是走了 所以这首歌的回响 其实是非常之大 它也是创造了 一个香港流行榜的历史 它是第一首歌 可以在流行榜上 连续五个星期 冠军歌来的 哪个榜 直策 五个星期 由88年的12月第二个星期 到下一年的第二个星期 连续五个星期 都是冠军歌来的 因为我们很年轻 懂的吧 这首歌其实真的很感触 所以我很想听到这首歌 那怎么办 我们要去尖东 去尖东 真的去尖东 有没有灯色看 今晚因为我们也有社交距离 那我们就和 Show of Academy那边 那边 陪琴老师 和卡伞老师那边 有联系 我们要把时间去尖东 交给阿琴 交给阿琴 和阿琴打个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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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和大家唱歌 我先介绍自己 我是Show of Academy的琴老师 我身边就是 这边的吉他老师 卡伞 你好 今天送一些 泰民的泰国给大家 第一首会送 今天应该很高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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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雪感天的知財 比美當天 用了掃天 反覆百片 我將心聲 父家祝福 順戰捨武 鬼葉道 志在美洲 很多新打雪 瑪莉燕 活在澳洲 天天混亂 望望照片 追逆傳傳 某一個熱鬧聖誕夜 重建屋前 永難共大結唱詩 歌聲多最甜 修禮伴在浪文堅 溫馨的臉 多麼多麼的抱歉 多麼多麼的溫暖 快樂人共冰堅 今天應該很高興 今天應該很溫暖 只要幻想彼此 仍在面前 拉起實努力 看看阿姨 正在他們氣彼此 腦袋 敲落堵明 淚敲堅 露燕 沙浪 水感天的知財 比美當天 用了數字 翻覆百年 我將心聲 赴家祝福 順天捨佈 我獨自 望舊照片 最憶起往年 我默默 又又再寫 彷彿相見 多麼多麼的高興 多麼多麼的溫暖 快樂人共的見 今天應該很高興 今天應該很溫暖 只要要還上彼此 現在面前 多麼多麼的高興 多麼多麼的溫暖 快樂人共明顯 今天應該很高興 今天應該很溫暖 只要要幻想彼此 仍在面前 送給大家 今天應該很高興 謝謝阿琴 很好聽 特別在香港和大家這麼艱難的日子裡 今天應該很高興 聽得很感動 多麼多謝阿琴幫忙 待會還有 你別走 阿琴 待會還有離婚 說起今天應該很高興 其實有另一首歌 在這期也很熱 特別是7月1日之前 有一首歌的歌詞到處都貼了 你記得哪一首歌嗎 什麼5201314 52014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達明有一首的 有一首是可以貼的 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璀璨 都市 光輝道齒 今夜星光燦 是的 今夜星光燦 其實剛才說到石頭記 很重要的 其實石頭記是第一張 大家覺得達明的聲音開始有獨特性 因為當時 我突然差一差 我們也說回說 我們上次Beyond 都30年了 大明又30年了 其實現在我們都在用他們的歌 你是不是想說現在沒有什麼歌艇 我剛才舉例了一個今夜星光燦 我們叫了那個歌詞 Beyond 他有些歌 最近這幾年都會經常叫歌詞 我發覺 啊 難一點 我猜現在Hit一首歌和當時Hit一首歌 大家記得 譬如當時可能十幾二十個歌星 最Hit那首歌大家都認識 但是現在呢 在剛剛 譬如過去十年 各有各式最Hit那首 你喜歡哪個歌星就認識Hit那首 但是呢 你要去到有一首歌 我們整個香港人都認識的新歌 可能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 今夜星光燦的作詞是哪裡 今夜星光燦我忘記了 但是這個 剛才你說的那一句 其實我經常看港台節目都會看到這句 其實頭條新聞都用很多 頭條新聞用很多 因為達明很多歌都很適合他用 譬如《十個決定》去救火的視頻 如果你喜歡看頭條新聞的話 經常都會出現的 都是陳少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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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首歌 剛才說的達明是一個 石頭記找到他們的聲音 接著那兩首歌 就是一個 《我等著你回來》 給大家看看 《我等著你回來》 這個封面 你看到他們 其實這首歌很有趣的 他們石頭記有前後 你剛才說的音樂 《我等著你回來》 這首歌也是有前後的 有前後呼應的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啟德機場》 是的 《啟德機場》 他們在啟德機場上 錄一些現場聲 飛機聲 記得是《啟德機場》 是的 當時的舊機場 九龍城機場 是的 一說很容易明白 就是剛才說的移民潮 他們正在回應很多移民潮的歌 其中一首《今夜星光燦爛》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催灿都市光輝道慈》 想不到當時 這個移民潮是去到那個深度 去到今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去看 相信那個感受是更加深的 而有趣的 有些歌也很有趣 譬如說青春那些 譬如搖滾 搖滾 狼兵搖滾 是吧 流兵滾足 糟了 我說不到名字 流兵滾足 流兵滾足 是的 這個比較青春 大亞灣之戀 大亞灣之戀 那時候 這首就是達明比較有批判性 有批判性 重一點的第一首歌 有很多人去說 就是大亞灣核電廠 其實到今時今日 網上也有很多人在說 核電廠的安全 就是香港供電的問題 但是其實當時已經在說 這首歌也是很熱的 就是《那個下午我再九堆消信》 這個不是大家的大熱 但是到後期一直在說 有聽達明的 就會很喜歡這首歌 我這首歌 剛才你說的 我那時候就不太知道 但是這首歌 我有一首歌很有印象 就是《神奇女俠》 《神奇女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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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 很近年份 但是兩個角色很不同 我沒有很記得 Doo姐 一個時間有九組戲 很厲害 那是很好看的 然後就有一個 大家都多人認識的歌 就是《你還我我媽媽》 然後這首歌 大家看看奉獵 都記得它 看到了 它的封面很漂亮 先說回頭 它的封面是一個系列 是不是有特別的呢 其實應該由第一張碟開始 到他們《神經》 就是《寶麗金》 最後一張碟 其實他們所有的專輯 都是找張淑萍做美術指導 做美字的 張淑萍不需要介紹 應該大家看香港人都知道 他的美術是很厲害的 很漂亮很型格的 現在這個就 這個就看得到 而 剛才說 《我等著你回來》 也是在說移民 這首歌其實也是 你說我媽媽也是在說 但是你說我媽媽 如果你們有看頭條新聞 其實經常都會用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比喻 你說沒有張揚的名案 你說沒有張揚的名案 你說我媽媽 你說我媽媽 你說沒有張揚的名案 你比較熟 你說我媽媽 經常都會用的 你說我媽媽 就是當時都是說 如果 比喻爸爸媽媽 是說兩個國家 的一個拉力的話 你說我媽媽其實是指向 到底我們原本的殖民地政府 對我們有多愛我們呢 到底 是一個 question mark 如果你說今天 7月之後 頭條新聞 如果還在這裏的話 其實這首歌都一定 一定會出現的 在這幾個星期 因為 一直都是在說 一個這樣的關係 所以其實達明的 關心社會的訊息 就在這兩隻碟上問一下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多一點聽 之後就是出了這張精選碟 剛才說 這張精選碟出的時候 我是這張碟 第一隻買的達明的碟 剛才說 我哪裏聽達明的歌 其實呢 剛才你說了一個 叫流冰滾軸 我就是那時候 經常都會去做 滾軸流冰的人 你會去踩的嗎 我會踩Lora 其實 勵遠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勵遠 勵遠有個流冰場 和Lora場 勵遠有個很髒的櫃屋 那些櫃屋上 那塊東西 好像每個人都碰我的頭 我只會去Lora場 和流冰場 還有沙田都有流冰 這個流冰滾軸 你有沒有留意他的歌名呢 流冰滾軸 他不是說那個流冰滾軸 他是說那個族人 所以其實達明一派很多歌 都是說年輕人 所以在這張碟 最後那四首歌 譬如流冰滾軸 《今夜星光燦爛》 《迷網夜車》 和《馬路天使》 陳少奇都會用了危雄 去表達這個地方 例如《香港》 還有一些字眼 來形容青少年 例如《孤單》 《迷網》 《失意》 去形容當下的年輕人 關心這群年輕人 所以他用過族群的族字 即是一群人 很重視這群人 當然當時他們說年輕人 其實他們自己也是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去說年輕人自己 也很代表到 或者也是這樣 他們獨二鳴歌 他們去了解不同年代 因為他們這三十多年 了解不同年代的年輕人 都有一首 是的 是的 剛才我講的這首歌 他們都會用一些 節奏比較強勁 去表達那個音樂 但其實《馬路天使》 他們有一個盲版的 剛才也說過 《我們就是這樣》 掌納的《馬路天使》 他們用了一個 比較無奈的感覺 去演繹這首歌 這首歌很神奇 其實之後 在達明不同的演唱會裏 聽到 他放在不同的位置 結果都不同 那個意思都不同 譬如他把《馬路天使》 放在前幾年前 2014年的時候 是的 有些影像 你也有看的 兜兜轉轉 已經是達明三十一派對 裡面 那些歌的影像都不同 當然這首歌 講一個悲傷的馬路天使 又值得我們重溫一下 我們有請阿琴 阿琴 我們召喚你回來了 阿琴阿琴 阿琴 卡神老師 好 在這裡也送另一首 達明一派的歌給大家 再次我介紹一下 我是琴老師 這位是我們的結他老師 卡神 我們這次會送馬路天使 阿琴 阿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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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困扰 让理想振素一空 愿我眼光的追踪 与疾风 已失作用 让每刻青春 与街灯 每晚重逢 长夜里 天使在呼 笑在呼 叫夜分秒 混一切放丢了 蓝色在路中 面条 长浪里 传闻是圈套是苦劳 或许会是警报谁了都 望着夜晚 入耳泡开 每个圈个 来明天都 谁愿意 谁愿意 谁愿意宽到 深消海边的低温光 负着排泪的心 没困扰 没理想是喪失的灵魂 竟借爱哭的声音 吹逼着游离的心 乱去挫 乱去等没有变音 沿路颜光的追踪 与饥风 失作用 让每刻青春 与鸡鸡隔月 每晚送逢 长夜里 前世在呼 笑在呼 要让分了 让一切获妖了 流测在路中 乱跳 长落泪 充满是圈套是苦劳 说它会是惊到水要高 望着夜幕 人意外 回过去爱 来明前都谁愿意 谁愿意 谁愿意看到 长夜里 前世在呼 笑在呼 要让分秒 让一切获妖了 流测在路中 乱跳 流测在路中 乱跳 长落泪 充满是圈套是苦劳 白去 会是冰高 谁愿意到 望着夜幕 任意抛开 陪我去爱 来明前都谁愿意 谁愿意 谁愿意看到 送给大家 马路天使 好 我真的不知道 喂 大家好 多谢勤 非常好听 是 而且我叫n call 马路天使 非常好感动 多謝琴老師和卡臣老師,他們的音樂課室在尖東那邊,這兩首歌在尖東的感覺更加濃烈 對,真的,對,燈飾也是在那邊看,而且他們很多學生和唱歌,音樂樂器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很感謝他們經常幫我們 回到最後,先回答大家的留言,有人答神奇旅合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配音是王耀明,他好像是歸歸的 為王敏德配音,但王敏德平時有一個配音,可能是明哥的配音 王敏德的配音是一個無線演員,我上次看林柏堅和盧密雪的節目有說到 那個專門做上司鬼佬的,就是ABC,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我也忘記了 他就說他是幫王敏德配音,原來是王耀明,我回去再看一次 有機會要再看一次 那個電影真的要經常看,很好笑 有人提到美好新世界都是講年輕人的 知道他們說的新世界是甚麼嗎? 你真的不知道? 新世界中心,都是佔東 為甚麼要說新世界中心呢? 都是說佔東的年輕人 因為當時很多年輕人都有群在佔東 偽紅鳥的也是,都是說佔東 偽紅鳥在說佔東 當時有Disco文化 偽紅鳥在說佔東 偽紅很代表香港 所以他們很多歌都用偽紅 那裏一帶都很多 另外大家如果有興趣留意一下 因為明哥有一個頁面 叫Anthony Wong Archive 其實我也經常上去看 他們有很多很珍貴的 達明明哥的一些展報 不同的消息 Archive 都是講舊的 很精彩的 如果大家在網上有興趣 可以去看更多的 那個頁面值得一讚 有些人說現在很難再有原來的 Wesel Heet Song 就是全民Hit的歌 是很難的 如果我經常說 上次可能 說流行曲 上次可能已經去到喜帖街那些 十年八年前 去到現在是很難的 我也覺得是很難的 但是呢 又未必不是 未必的 因為有時候我也覺得 要看20年之後 才知道現在的歌 到了20年之後 其實是什麼樣子 沒錯 還有特別 今次說達明 其實達明有些歌 我相信其實阿明哥和達明 有很多歌 現在的新一代 可能是近這十年再聽 如果大家有機會留意一下 其實因為它穿越了時空 真的 因為我本身也有去看一些舊唱片 還有賣二手黑膠的唱片 有些黑膠唱片的老闆都跟我說 最近很多人去搶購達明一派的黑膠唱片 尤其是年輕人 特別提及一些女文青 女生會聽達明一派的黑膠唱片 搜索他們的黑膠唱片 很棒 好像你這樣 後面也存不少 如果推出了的話 我們只欠一張 只欠哪張 只欠哪張 只欠一張 只欠這張 只欠這張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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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張 因為當時已經是CT普及了 我當時沒有買到二手 所以它推出很少 它們是CD的比例應該多些 黑膠的比例少些 所以一直都買不到這張 也有Remix的 是嗎 那個什麼《哪一夜》 我再加上一句消遜 沒錯 還有兩首新歌 《我愛你》和《恐怖份子》 《恐怖份子》 就是落在上次 我們Beyond說的 綠色新一代 新一代 綠色自由新一代 綠色自由新一代 即是7、7、9、3 是的 有很多隊Bang 每一隊有一首歌講環母 我也想環球 也會再Reissue這張 只欠這一張 也要 其實環球也幫大明Reissue了很多產品 先說早期一點 早期一點 例如這一盒 這一盒是為人民服務的名字 如果大家記得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盒子 你看到這個名字 你也知道可能是 它轉了公司 然後去另一個演唱會 那個演唱會叫為人民服務 當時出的一個精選 應該是1996年 是的 當時是精選 其實這個精選很有趣 這個精選 雖然有五隻碟 但是其實它是將過去的大碟 和Remix 順序 這樣 將七張專輯 和Remix 和精選新歌 都放在這五隻碟裡面 是的 沒錯 唯獨少了一首音樂版 是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石頭記的第一首歌 是 那首 是 就是少了那首 是少了那首 所以也不算為人民服務 差點東西 差了少少 但是有沒有今天是星光燦 有沒有剛才這兩首精選的歌 應該是最後的 應該是最後 愛你 還有《恐怖分子》 對 所以也挺齊 其中一首 好有趣 他們用了顏色盒 然後裡面有否會送一些postcard 五隻顏色 還有裡面的postcard 是有本身的封面 是的 有興趣是可以留意 有 不過應該買不回來 答明最近三十周年,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個,我覺得是很愛不適守的,所以我都賣了 這個是一個黑膠套裝來的,其實七張唱片他們算了為一張圖案碟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Kiss me goodbye,八明一派二 這張是第一張大碟,這張是石頭基,這張又寫了,真真假假,花式香階漢化,兩邊很漂亮 你很捨得買 這個我是他們reissue,唯一我會買 我等著你回來,這個又用回他們很經典,通常都是把兩個人左邊右邊封面的狀態 這個就是你還愛我媽 這個就是你還愛我媽 你還愛我媽 是的,沒有了你還愛我媽 接下來這三張呢,我們可能下次或者未來的字都可能會 會說一下,今天就沒有時間 伊蘭萍就不是那麼政治的,伊蘭萍就說多些愛情的 有機會跟大家拿出來說多些 這張是九零年的作品 九零年的作品,阿明哥之前都說了,這張作品 神經是特別為八九年沉澱了之後去寫的 還有這個就是他們第一次復出,應該是九五年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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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買的 我之後買的那些我從未有聽的 因為其實之後所有演唱會都有去 除了七張這麼漂亮的黑膠碟之外,還有一本書 是的,沒錯,這本書是非常珍貴和漂亮的 因為它裡面排得很漂亮,有歌詞 有一些很珍貴的相片 選多幾張給大家看看 這些很漂亮的相片 像這些很漂亮的相片 還有裡面有原字聰的文字 特別為每一隻碟,答名一派每一隻碟去講解一下 解讀一下大家可以怎樣去聽那些碟 是的,音樂人原字聰的文字真的值得看 因為它是寫過 音樂職的文字 沒錯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就是圖案黑膠 如果大家知道圖案膠 可能聽不明白 其實是黑膠唱片 不過黑膠唱片 常常印了財色的圖案 就是圖案黑膠 聲音和黑膠有少許分別 接著就介紹這盒 這盒是三十周年的項目 這盒是三十周年的項目 有張達明剛才說的那麽多隻碟 就出回SACD 很漂亮的封面設計 這盒是三十周年的封面設計 這盒是三十周年的封面設計 有些部分的封面設計 一有心機起來 其實是很漂亮的 這盒是最有趣的 除了剛才說的那麽多大碟 還有兩隻比較珍藏的東西 一隻叫MORE 一隻叫Remix 通常有一張證書 通常是這盒是阿閃 有一個MORE 還有Remix 將它在不同的碟 出過的 或是Single 或EP 出過的Track 都放在這兩隻碟 這就是完整的了 是的 很開心今晚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達明 那隻達明 我們不會一個小時內說得了所有 但是很開心有機會分享 也希望大家覺得 為什麽我們選擇達明 其實達明 如果做一個歌星的節目 或是回顧 在他的生日 出道日子 紀念 或者部分歌星前幾日 新秀參加日子 你去紀念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但我們為什麽選擇這個日子 就是我們文字有寫過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機構和我們的Page 特別在七一之後 我們覺得盡早為到 香港的廣東哥 在不同的特色的廣東哥裏面 盡快做一些保育的工作 令到更多人廣泛流傳 因為只有更多人廣泛流傳 這些東西會留得低 久一點 遠一點 其實達明 今年本來如果不是疫症 是有 演唱會的 是有演唱會的 明哥在Page曾經說過 幾乎是宣傳的 是說著 將達明剛才那麽多支碟 每一支全部都唱完 你好像是一場一支碟 不是 一場幾支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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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幾場 一年內做的 後來的項目應該停了一停 因為疫症 我們都很渴望 希望盡快可以實現到這一點 因為香港很少歌星會做這一點 是啊 而且它能夠實現到 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時間 我們都很渴望 可以入場看 也都希望到時 如果你今天還未認識達明 到時希望你有機會 買票入場看 多點去欣賞達明的歌 如果在 一向是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 其實很多都是達明的粉 或是明哥的粉 都在這裏 希望我們有機會 可以多些繼續交流 其實廣東歌Fan聖魂事件 我們在未來的幾個星期一 我們都會繼續做類似的節目 到底我們做哪一個歌星 回顧些甚麼 我們都很想大家給一下意見 如果你覺得很想聽達明 再說多些 我們下半部 或者說明哥 或者說其他歌手 歡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有次要見的 有次要見的 一定要廣東歌 是廣東歌 還有我們廣東歌Fan聖魂事件 我們很堅持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介紹給你聽的 我們都有實體碟 如果有出實體碟 如果有出實體碟 現在有些歌沒有出售 我不會出實體碟 99.9%的介紹給你 所以我們兩人都會有實體碟 希望藉著我們的收藏 以及我們聽過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可以令大家更愛廣東歌 以及把廣東歌可以留下來 可以傳得更遠 如果你看到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我們的網站 按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讚我們的IG 記得分享給朋友 因為其實做一次的評論 你能看到的就是40分鐘左右 但其實我們後面的功夫 是準備整個星期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們 有意見記得留下 我們希望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好